那么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 给你们讲一下养兔到底赚不赚名 今天的话呢 给你们讲一下管理篇 养兔的到底赚不赚名 首先咱们要从管理上来取决于这几点 不能说你剩下的这几点不做 你就能赚到名啊 首先小兔子哺乳期要注意什么 幼兔断奶以后需要注意什么 还有就是咱们的商品兔以后需要注意什么 饲料怎么去投喂 平时的预防怎么去做 是不是 这就是咱们所养兔的 到底赚不赚名的一个大杠 还有就是包括配兔子 包括的话呢 还有就是母兔的管理 公兔的管理 这些的话呢 都需要咱们去做到的 如果是你们这些做不到 你想养兔的赚名 那就是天方夜谭 明白吗 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啊 今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给你们开启直播 孩子合作养子 一人一半的投资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